明天是12月13号也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76周年的祭日 从今天晚上开始 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举行多项悼念活动 而现在和平烛光祭的活动也正在举行 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冯芳 冯芳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现在正在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大家看到我手中的这个蜡烛已经被点亮了 而与此同时现在在展馆内志愿者手中的3000根蜡烛正在陆续被点亮 因为在今天晚上我们将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来悼念在76年前那场大屠杀当中不幸遇难的30万同胞 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参加这个和平烛光祭活动呢 大家看我身边 除了有来自南京的一些学校和单位的代表之外呢 更是有来自世界各地一些爱好和平的友好人士 有从菲律宾韩国和日本来到这里的国际友人 而现在在这个计台当中我们看到志愿者手中锁捧的红烛已经被摆成了1937 1213这样的数字 数字当中不断跳动的火焰也正是象征着源源不断的生命之火 我们也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让大家永远不忘这一天 不忘是为了悼念事者更是为了呼唤永久的世界和平 那么马上呢这个和平烛光祭的活动就要开始了 那么在今天在这个现场还会有来自日本的僧人和来自南京披鲁寺的僧侣 一起来为逝者诵读心经呼唤和平 同时要提醒大家 从今天晚上开始的这个纪念活动啊 将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安排 尤其是在明天上午会有一场世界和平法会在馆内进行 所以如果您是明天想要打算到这个纪念馆来参观的话 也是建议您明天中午12点之后在入馆参观了 那目前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主持 谢谢冯芳